大家好,小月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水龍性子類 OLIVEN 300 FLORASOVS MACADAMI 16 和 FLORASOVS JOJOBA 120 HLB值差異,OLIVEN 300 HLB值為11-12 FLORASOVS MACADAMI 16 為12-14 而 FLORASOVS JOJOBA 120 是18 依照HLB值我們可以理解,OLIVEN 300非常適合使用在洗卸產品中 它可以在肌膚表層形成屏障膜,而達到減少MICELL通過水通道導致肌膚刺激 FLORASOVS MACADAMI 16 適合使用在水龍性精華液中,因為它有著高透明特性 此外,因為脂肪酸分布關係,所以它提供了滋潤的膚感 FLORASOVS JOJOBA 120 是眾多知名國際品牌使用在保養品中的水龍性油脂 尤其在面膜中,它付以著前端膚感油潤、後端膚感粉滑不黏膩的愉悅感受度 此外,國際大廠指定使用FLORASOVS JOJOBA 120 因為它的穩定性 我們都知道,EO合成如果在不穩定狀況下,原料和產品會隨著時間而出現游離EO異味 而FLORASOVS JOJOBA 120 的穩定性是許多知名大廠有目共睹的 好啦,我們來做個總結吧 適合用在洗卸產品為Oliven 300 與FLORASOVS MACDAMY 16 此二品項在洗卸產品膚感差異 在洗卸產品中,Oliven 300 有著非常滋潤和高效溫和的特性 而FLORASOVS MACDAMY 16 在洗卸產品中帶有著中等滋潤的膚感 此外,FLORASOVS MACDAMY 16 也適合用在高透明水性產品 它可以提供卓越的透明度 FLORASOVS JOJOBA 120 適合用在面膜、精華液、化妝水、乳霜中 因為它賦予的前端膚感油潤、後端膚感粉滑不綿膩的多層次膚感 讓許多國際知名品牌清賴FLORASOVS JOJOBA 120 作為溶劑使用 一般來說,依容數大於20的水溶性之類 助溶的特性會隨著下降 所以我們推薦Oliven 300 和FLORASOVS MACDAMY 16 可作為產品中的助溶劑 好啦,小儀今天介紹到這 我們下次見,掰掰囉